吐血担当 一关大作 闻很多遍世界首富 对不起 我求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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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芒果TV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又硕 在《亲爱的天狐大人》中 饰演的是 狐族少主长岳 我觉得还蛮大的 因为长岳是一个 非常高冷的一个人物 但是对于王又硕来说的话 我本人还是比较随意的吧 然后高冷和随意之间 可能这是最大的差别 比如说长岳跟王宽的话 那王宽是知是古 而不是古 但是呢 长岳是既不知是古 也不是古 其实在于长岳 其实一个 在这一整部剧里 其实被跃得特别惨 然后一直是 一个行走的雪包 然后从头到尾 被元宝跃得死去过来 这一期 其实我在想 其实因为九尾谱 它有九条狐狸尾巴 然后但是它为了元宝 献出了自己的八条心 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说 其实长岳已经在追击方面 已经够有诚意了 最深的一场戏 其实也是在 是长岳为元宝 要去救元宝 去万路渊 然后要为元宝摘取 那个不作业去救元宝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长岳 牺牺牲了自己八条的性命 其实我非常喜欢那一段戏 然后它拍摄得很好 然后在里面 长岳也是被人虐得非常惨 最杰熟的应该是五空调房吧 但是其实在片场的话 有要准备小风扇啊 冰凉贴啊 染防晒 遮阳 对于我们穿了很多古装 衣服的人来说呢 那可能在片场 如果镜头戴不到的话 我们可能会把下半身 然后穿短裤 然后会把腿露出来 这也是一个很接触的方法 我自己的担当 吐血担当吧 因为感觉长岳 从头吐血吐到尾 小羽是一个就是 很活泼 很可爱 对人也非常有礼貌 然后使大家的开心果 我觉得他从我刚开始 见他和到现在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变化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小羽 吻血 好像 我其实记得太清楚了 没有太多恩基吧 但是我们会吻很多遍 因为要换不同各种方位的一些机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吻着吻着 啊来 我们就吻着吻了 如果是长岳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会选择 闭关大作 然后修炼成仙 或者就是吊给牙 小羽是九尾谷 还是九尾谷 如果只剩最后一条尾巴 其实对于长岳来说 我觉得他可能 还是会把最后一条性 奉献给元宝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如果对于毛佑说来说 我可能会利用最后一条尾巴 成为世界神父 天狐大人是我第一次饰演 南版的九尾谷 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同的一个经历 然后 然后 对于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一起 关注关注 亲爱的天狐大人 关注我饰演的长岳 我看看啊 我最近在听的歌 那我唱一首 最近那个 一首比较不唱的歌 唱几句就行了 哦哦哦哦哦哦嗯 就能唱一首 好的 没人不羡慕的关系 只是没结局的蓄迹 为什么太熟悉 反而变成距离 我唱错了 啊 唱的好 唱的好 对不起我 我终于来 我们不讨论的关系 很接近却 不是愛情 擁有無數交情 要丟棄太可惜 謝謝